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严实的同日作品没有了再次创作的空间 而在模型界却总是反过来 各种各样的防品都是同人逼死官方 想起MC摄影神换系列 只优价连卖得太好 终于是惹入了官方 最后也是 哎不说了 想想还觉得挺可怜的 而今天的小评测 也是带了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产品呢 就是大班和龙刀子的MB样式 瓶装抢系自由 那么今天先给大伙介绍BigBun了 龙刀子的要下期了 版权问题大家也不要去争论 盗版虽然不对 但玩具无罪嘛 永远一款最帅最强 相信是每个C的粉都原谅了 虾米也是狠心买过一个MB抢系自由 不过爱与形成股价 根本不敢拿来把玩 每日一边吃土 一边隔着玻璃窗看他来下饭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款 既便宜又帅 还能放心把玩的产品呢 今天嘛就一起来瞧瞧吧 首先外包装也是非常巨大 超长的设计 非有种皮肌级别拼装的感觉 一面是渲染过的C截图 另一面则是美化后的产品实拍照片 这右下角的logo 买模型 其认准正品大班模型 警方假冒盗版商品 大的小小供给三十几块板件 最具体代表性的还是这个金色骨架 表面采用了电镀粉心 效果还是非常好看的 只是这个外观看起来有些肉 边缘也有机器的现象 好在没有影响符合度 另外两块就是蓝色和黑色的外甲板件了 因为在塞料中参加了金属颗粒 所以水纹现象非常严重 即使是拼完后依然很影响视觉 不如直接选用纯色的 白色外甲略微发青 其实这里是为了还原MB 强行自由的配色 具体效果如何嘛 还是要拼完了才能看出来 经过忙碌的拼装 终于是完成了 拼装复杂过程 由一道蓝 依次是头 手臂 裙甲 胸部 腿部 至于分界很细 每个部位都需要大量的细小零件 拼装的工作量 远远超过普通的MG级别 拼装时一定要耐心 并且注意收拉小零件 千万别弄丢了 既然是大班嘛 就别追求拼装过程的快感了 如果万代的卡莎拼装过程为10分 能贴使17分的话 四款大班 想起自由 勉强拿个5分 听完手疼是免不了的 全身各处的组合度属于两个极端 不经过任何处理和修建 直接拿来拼的话 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大力金刚指下 做到尽可能的贴合 缝隙大小嘛 都可以接受 这一点也是让人非常意外的 而合不拢的地方 也是最要命的头部了 这里的缝隙 极其影响美观 处理起来也是相当繁琐 重量的表现还是较差的 不仅软而减脆 减下时很容易发白 再使用普通减钱时 稍不注意就会造成缺重 所以为了完整性 还是预留大块水垢 然后用笔刀 砂纸等等耐心的处理吧 下面这个只是为了 清楚的展示水垢为止 和塑料材质 故意而做的错误示范了 千万不要学我 其实是我泰赛了 所以赛高真的是悲样子的 讲完拼装改善后 再看最为重要的外观吧 既然是MBA样式的拼装 那么与原版相比起来 究竟会有怎样的差别呢 讲真 泛米之外 是真的可以一架乱真了 这金灿灿的骨架 真是要把桃子逼入绝境了 与万大的差别 也可能是心理作用上的 那么一小丢丢了 大班在塑料的原生分色上 尽可能的参照了原版SF的颜色 粗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不用自行上色 还原度也有个八成了 最让人吐槽的地方了 就是背包了 这里是想模拟原版的质感嘛 所以在塑料中 参照了不少金属颗粒 但是附作用水纹 实在是太明显了 真的就不如直接使用纯色呢 在造型的还原度上 还是有差别的 首先是这个面部 大班都有点肥了 不如原版的系列好看 熊下这里没有分色键 只能使用捕色贴纸 这捕色贴纸 那平发的质感 和寒碜的光泽 诶 我又不是说你 索性就布贴了吧 这一次能吊打套子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佛祖金的骨架了 不得不说 这电镀骨架 还真的是有构度 骨架上大部分 都为隐藏水口的设计 这一点在瓶装时 就可以感受到 但是在暴露最多的几个位置 还是无法避免的翻车 这里的水口非常鲜艳 补色吧 会有色差 不补 有鼻子掐墨症啊 所以只能期待 重新调整下的开墨了 正所谓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桃子这骨架的颜色 真的是 此外 桃子的外甲颜色 远逼差别也是很大 分件也有透了 比如嘛 姚布这里 索性就用一整块来凑数 这让喷露的玩家 除何是好啊 真是遮盖地狱 不过优点也是有的 桃子的塑料质感还是极好的 这一点大斑就有一些省成本了 那么想看龙桃子评测的同学 如果多的话 我们也会单独做一期哦 在可能性方面 头部围绘形关节 所以前后左右的活动范围都很不错 下端的双端式关节构造 还可以前后平衡 手臂侧台会受到坚强的影响 所以最多码就是平举了 强行抬高会反弹回来 接下来就是手肘旋转了 活动范围和紧实程度是非常的不错 手肘弯曲可以做到150度 也是非常的大 转到侧面来看一下 手腕这里有多个可动关节 就用你的可动性非常的好 腰部旋转码也非常不错 不过侧摆就有些小了 不是特别满意 向前向后有个十几度的活动范围 不过这里是没有和胸脚的联动 腰上的电磁炮和MD一样是可以变形的 将裙甲下拉 然后逐一的翻过来 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里的链接非常紧实 不用担心掉戒 这时侧面的链接口就露出来了 从这里的插口来安装高冷光束步枪 不得不说这个步枪对腿部的可动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腿部上台有个90度左右 这金颤颤的骨架还真的是非常好看 膝盖这里的装甲是独立的 不能联动 而后踢满就比较小了 由于受到裙甲的干扰 这个样子也就是极限了 色态的空间非常的大 这种夸张的样子都能做出来 不过高达真的是用不到这么大的活动范围 脚步接地和各个方向的活动空间都很不错 就是这里的PC连接件材质太硬了 没场冷安装 背包的水纹真的是多到没法看 败比啊 展开后的牢固性嘛 倒是挺不错的 调仿它也不怎么变形 也没有掉剑的情况 就是不知道 打扫光影之后 能不能也保持这样的水准 从这里也是可以将龙骑兵拆下 可见这骨架的效果 如果不不灵不灵的 还敢称自己是强袭自由 电磁炮的收纳展开非常流畅 松紧力度刚好 牢固性也非常不错 神大硬拽也不会掉剑 光束步枪的蓝色部分使用的是不色的贴纸 对于凹凸不平的纹理构造 所以贴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差 总的来说 这款大班强袭自由 是真的远远超乎了虾米的预期 与仓促瓶装 这只SF在制作上非常粗糙 大家嘛就别吐槽手残下了 不过对于有心的玩家来说 它确实是一款值得精心制作的模型 也是速组状态下最接近MB强袭自由的产品呢 就算喷涂 加密也更倾向于细致分件的大班 陶瓶掩盖起来麻烦不说 和原版MB外观差别也太大了 遗憾的就是光益了 这次并没有和主体一起发售 不过从观摩上的图片来说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白送光益的做法 看起来是要和陶瓶怼到底呀 180块的售价 比陶瓶便宜整整100块 竞价比嘛不言而喻了 不过在欣喜之余 缺点也要冷静对待 大班的虽然太脆 PC界又非常硬 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玩家 减板兼实一定要小心 还有就是这骨架上巨大的水口了 真希望能出个2.0版本 将它彻底隐藏 至于陶瓶的详细评测 可能要延后了 试完这一只 我的手也要休息好几天 就目前的记录来说 组合度嘛 还是输给了大班 不过组合起来倒是挺快的 因为分件少 这里目前要批评完蛋 今年MG系列 只有自由2.0 奶品78 精神并扎古这三个新物 除了超冷饭 就是出动画卖新品 好多怨念的老基地还没有不全呢 不管玩家再怎么期待 都理都不理 所以有时候 也希望这些同时产品 能刺激一下官方 让他们也稍微关注一下 玩家的需求嘛 虽说这期节目 想拿桃子进行三个对比 不过看桃子这迷一般的黄色骨架 还有组合度 一直拿不出爆肝拼腕的动力 不过虾米也在一点一点的拼装了 还有其他想要看的产品 都可以与虾米说 发起全装备 创制强写高达和HG的微袋 都已经拼完了 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评测 就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节目的最后 欢迎大家关注 新浪微博 虾米大魔王 获取节目最新动态 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 交流探讨 分享我们对魔王的爱 和获得的快乐 同时也感谢以上合作伙伴 对节目的支持 大家的支持与回复 一直是虾米大魔王前进的动力 虾米以后也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品质 最后对大家生活心不常伴 开心相随 我们下周再见